为了保障工资透明度,加州州长纽森于近日签署的SB1162号法案要求,拥有15人及以上的雇主,必须在招聘信息里表明薪资范围。 明年1月1号新法律生效后,员工可以要求公司提供当前职位的最高和最低工资范围,就针对工资差,可以要求重新商议。 如果雇员发现公司违反法律,可以提出申诉。劳工专员会进行调查,若情况属实,公司将支付100至1000美元的罚款。 自2018年以来,加州法律只要求雇主在求职者要求的情况下提供薪资范围,这项法律依然有效。 新法案的撰写者参议员丽蒙表示,长期以来,女性和有色人种都受到薪资不平等的影响。 这项法案可以保障每个工人都获得公平的报酬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。